只因后妈怀了孕,女孩便常常被亲爸无视后妈虐待 不仅经常拽起女孩扔进卫生间关起来 甚至可恶的后妈关掉灯光 任凭女孩在黑暗中大声哭泣 然而没等小一辈在惊恐中平复下来 艾莎再次来到她的面前 直接掀开被子狠狠地撂下一句 艾莎突如其来的一巴掌打得小一辈很惊慌 而接下来艾莎便告知小一辈 只要提到妈妈就会被打 但倔强的孩子并没有屈服 虽然孩子的声音越发变小 但也阻止不了母亲在小一辈心中的位置 就在艾莎要狠狠打下最后一巴掌时 索菲亚终于赶来 她一把抓住艾莎的手 恨不得立即撕碎这个歹毒的女人 她只能以孩子小一的身份警告艾莎 艾莎走后 索菲亚看着受尽委屈的女儿 她多想挑明身份 但为了复仇 索菲亚只能强忍下来 她便心里暗自发誓一定要把艾莎碎尸万段 复仇的第一步 她便要以皮尔小姨子的身份住进皮尔的家 然而她的决定让哥哥很是不满 但此刻任何人都阻挡不了她复仇的心 来到皮尔家中 索菲亚便当着艾莎的面前 宣告自己不会离开 万万没想到皮尔并没有距离 甚至眼神中渴望些什么 这一举动让索菲亚心中多了一些复仇的筹码 从而揭示了两个女人的战争正式打响 刚刚入住的索菲亚便送给艾莎一份大礼 从学校接回孩子 她便留皮尔在花园聊几天 然而余光看见了艾莎的索菲亚便假意晕倒 皮尔健壮急忙揽入怀中 这种自己常用的伎俩 艾莎一眼便识破 立即叫走了皮尔 看着二人远走的身影 索菲亚心中无比舒畅 而回去后的皮尔便对艾莎这种行为感到厌烦 就此二人掉进了索菲亚精心设计的圈套 然而复仇不仅如此 紧接着索菲亚来到艾莎与皮尔的房间 趁四孝无人把一张房卡放进皮尔的衣兜那里 就在转身离开的那一刻 一个电话引起索菲亚的注意 此人正是艾莎的医生 好奇心的作用下他便接通了电话 从而得知了艾莎的一个天大的秘密 原来当皮尔得知艾莎照片的事情 回去后便与艾莎发生了争执 艾莎为表心白离开豪宅 并且把自己怀孕的事情告知了皮尔 得知自己喜当父亲的皮尔高兴过不 没有验证孩子亲爹是谁下 便向艾莎道歉再次把他接了回来 殊不知如今这通医院的电话被索菲亚接通 让艾莎再次走向了被动 索菲亚便主动出击 cscol granted 她的电话被私欲弄 hello 这種若新 Podcast 加意满元的孩子押了 城市挖在其屗玉 Speaker 你觉得最秋名难 mortal 隔壮了 我是河莎自松 valle亚接工作 亨 Bell Burn 正跟育民疏消失 隐怒 **** 或是在这个地方面移动